大家好,我是追影人,今天亲手们的全荒98实况结束 一笔手法猴子,耳皮仍然是麦卓 看来耳皮这次真的是急了,把麦卓放在了手法 下半清手电矿的笑声,下盘清手再来一次,死亡之爪三世 开场就是给对手一个下马位 来看猴子,也打反身位,死亡之爪再压 麦卓继续向前突进,刚下cd 疯跑过去电矿的笑声,下半清手继续取消 猴子反身位,来起一个必杀技 速度很快 麦卓终于尝受到了痛苦 但是麦卓也刚出一个cd来 下半清手死亡三世,又死亡之爪 哎,死亡之爪前打乱动 但是猴子并没有上当,一个想杀 猴子终于挂了 咱们来到第二场 第二场来看冥想争生的这个八神 上一局八神放到了第三个 几乎就没有爆发出来,对手就不行了 看这次呢 这次麦卓压制的很厉害 连续的出波 哎,轻手死亡之爪 对到板边再来一个波 到板边之后再次去波 哎,轻手死亡之爪三世 这一招非常实用了对八神 八神完全没有能力反杀出来 哎,打乱动 乱动之后跳cd 继继续出波 重收一套被钢 刚过cd又一个波 要不要太强势了,这麦卓 哎,下面来到第三场 我们来看冥想争争的罗伯特出场 哎,罗伯特突变,但是直接被钢 反身为带逃 死亡之爪三世 一脚踢开后撤一下 下巴轻腿仍然被钢 我们看麦卓现在又杀了过来 哎,勾腿破盾防 死亡之爪三世没有压住 勾腿再偷 双方行杀之后 哎,重拳出击 双方血量都不是很多 但是被麦卓直接穿三了 大家请点一下关注 在评论区留线的神回复 我们下次见